高雄市政府首創幫老樹來拍短片 第一波從全市列館的六百零五棵 特定紀念老樹 選出有故事的八棵 希望可以拋磚引玉 一起來為老樹做紀錄 襲襟中州的小公園 多棵百年老樹被圈起來保護 但仔細一瞧 這種樹有呼吸根 竟然是長在陸地上的紅樹林 原來過去這裡整片都是泡在海裡的紅樹林 因為陸地淤積以及開發 離海邊已經有將近一百公尺 現在長在民宅旁 也見證奇經百年歷史 高雄市農業局特別把這裡以及全市另外七個地方的百年老樹拍成紀錄短片 像岡山的嘉欣國小就為了保存一百二十一歲的羽豆樹把操場切掉改成U字型 老樹在地方上都是有一些故事性 然後跟我們民眾的生活是相當連結的 所以說我們藉由這樣子的一個影像的一個呈現 那這些居民能夠來體會這些老樹對於他們生活上的一些價值 市府強調八棵老樹的紀錄只是第一波 未來希望找出更多老樹的故事 而這個行動也希望帶動地方民眾一起來紀錄 記者王界出夢召全高雄報導